当有人说十年前时 我们会觉得他们说的是90年代 拜托不是只有我好吗 不过在过去短短的十年中 我们发现了许多新的有趣的事实 他们让我们对这个世界运转的方式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让我们回到过去一起来看看吧 2010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根古老的手指 它属于我们未发现过的祖先 这一人种被命名为丹尼索瓦人 但我们仍不确定它们长什么样 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在杜拜开张 它被称为哈里发塔 Burge Khalifa 高830米 同一年也诞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交通堵塞 堵塞长100公里 而且持续了12天 有专家在墨西哥湾发现了某种鲨鱼 它们的大小只有14公分 而且它们看起来像迷你版的抹香精 黄腹蜥蜴终于进化成了胎生动物 这是一种澳洲蜥蜴 它们通常是通过产卵繁殖的 然而 一些生活在较冷环境中的黄腹蜥蜴 却开始以胎生繁殖 而不是产卵 2011年 自1984年以来 一直活跃着的发现号太空梭 于这一年进行了其第39次 也是最后一次飞行 10月31日 世界人口达到了70亿 150多年前 人类发现了海王星 然而 直到7月12日 它才完成了其围绕太阳的第一个 人类已知的公转 是的 它可能已经公转了很久了 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到而已 有人把葡萄切成两半 放在围波炉里 却发现它着火了 科学家后来把这个实验 应用在了物理学研究中 嗯 这里要清楚说明一下 我们不要去炸葡萄哦 2012年 是让我们相信世界将会终结的一年 啊 没那么快啦 金星直接从太阳和地球之间穿过了 这种情况直到2017年 才会再次发生 NASA在火星上 部署了一辆名为 好奇号的探测车 这是NASA发射的第四架探测车 它在火星上四处巡逻 以探索火星上是否有生命 Felix Bonganer成为了第一个 在没有任何机械协助的情况下 透过从平流层自由落体 从而打破阴障的人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衰老中的猿泪会和人类一样经历中年危机 有渔民发现欧洲碾鱼可以捉住鸽子 他们拍摄到某只碾鱼从水中跃出 并狙击了岸上的鸟 科学家发现尽管细菌很小 但它们仍然可以利用土壤中的矿物质来导电 这真是个让人震惊的讯息 科学家对某个300岁的特别植物进行了研究 它们只生长在西班牙的两个悬崖上 根据发现 这些植物之所以能存活是因为蚂蚁 人们在某种非洲的蓝色水果中 发现了生物研究史上着色最稠密的组织 它能反射30%的光 且其颜色为蓝紫色 2013年 加州理工学院报告说 单单只是银河系 就至少有1000亿颗行星 人们在英国的某个停车场下面 发现了一个骨架 经过几个月的研究 它们确定这是属于国王理查三世的 不过人们没有发现它的车 科学家们发现 尽管猎豹是最快的陆生动物 但它们以时速110公里的速度奔跑时 并不会过热 而我只是坐在这里想想 就已经出汗了 一项社会心理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较难阅读的字体更具说服力 这是因为读者会被迫放慢读字速度 逐字细读 并花上更多的时间来思考 人们终于从实验室里 培养出了一个完整的汉堡 这个培育过程耗时两年 且花费了32万5000美元 美国各地的奶牛 重燃了希望 2014年 科学家发现矮行星 古神星中散发出了水蒸气 它也是我们太阳系中最大的小行星 考古学家在罗马市中心的两个古庙下面 发掘了一块遗址 他们还在那里发现了祭祀品 小雕像和饮酒工具 也许甚至还发现了一辆Vespa NASA的Maven太空船抵达了火星 它的任务是研究这颗红色星球的大气层 一个名为罗塞塔的探测器 在67匹彗星上着陆 他观察到了 这颗彗星最接近太阳的时刻 并对其表面进行了研究 科学家对48种鸟类 进行了4年多的研究 他们最终宣布 从遗传学的研究表明 鸟类是从恐龙进化而来的 研究人员针对棱皮海龟 头上的粉色斑点进行了研究 最终结果表明 他们充当了生物时钟 以告知这些海龟 有关日照和季节的变化 科学家在陆爆星座里发现 有两颗巨大的蓝色恒星 合为了一体 2015年 这一年的一切都和太空有关 人们发射了名为 信使号的太空飞船 以研究水星 在绕着颗行星运转了4年后 它最终在其表面坠毁 在NASA开了火星上有水 这个愚人节玩笑的10年后 科学家们发现 事实上火星上偶尔的确会有液态水体流动 虽然该星球的温度是处于寒冷的冰点 一个名叫Svan的人 拥有有史以来生日最长的世界记录 它的生日持续了46个小时 而它是通过跨越多个时区来实现这个目标的 NASA的星式眼号 航天气飞过了冥王星 使得我们对其外观有了更仔细的了解 科学家发现了一座由水冰组成的巨大冰山 还有一些写着 我们仍然是行星的标语 2016年 瓶装水的销售首次超过了碳酸饮料 Google的每日搜索量开始接近30亿 123456连续三年都是最常用的密码 人们在斯里兰卡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蓝星宝石 它的大小超过1400克拉哦 古生物学家分离出了4.41年前的化石 这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真菌化石 DNA显示 尼罗厄会吃掉沿途所有生物 而且它侵入了佛罗里达的沼泽 那里的短吻厄表示 对此并不开心 2017年 一名16岁的少年通过社交媒体 向某快餐连锁店 索要了一年量的免费鸡块 而且成功了 我为什么没想到呢 一家航空公司在某架飞机上载满了小狗 以帮助他们逃离哈维飓风 NASA的卡辛尼号太空船 在土星卫星之一的土卫2上 发现了一种可能可以为生命功能的能源 说到这里 研究人员还发现 你实际上可以透过引力波 听到宇宙 当两颗中子星碰撞时 会产生出这些引力波 2018年 专家们发现柑橘类的水果可以溯源到喜马拉雅山的山路 人们在西班牙发现了由尼安德塔人创作的 拥有6万5千年历史的洞穴壁画 这使其成为了地球上第一个记录历史的人种 人们在澳洲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平中性 它有大约132年的历史 1886年的某日 有人把它从一艘名为Polar的德国船上抛了出来 科学家还发现 与现代爬虫动物不同 恐龙可能会逐渐地脱皮 在日食期间 科学家发现蜜蜂会停止发出嗡嗡声 当月亮挡住阳光时 它们都变安静了 科学家发现 即使我们的骨膜与我们的视力无关 但它们仍会在我们移动眼睛的时候跟着移动 研究人员发现 我们在记忆中储存了大约5000张脸 但这个储存数量可以高达1万 据估计仅在我们的银河系中 就有1000万个黑洞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 某些种类的蜘蛛可以为自己的婴儿生产奶 其营养甚至比牛奶更丰富 我才不要 你自己去给蜘蛛挤奶吧 科学家在我们的体内发现了一个新器官 这个器官占地不大 但是装满了液体 它占了我们体重的20%哦 研究表明 玩电动游戏可以积极地影响我们的情绪 并调整我们的积极性 2019年 由于过去几个世纪 我们的饮食发生了变化 我们的牙齿和汗骨已经进化 并改变了我们说话的方式 这一年我们看到了一只天生绿色的小狗 它被取名为绿巨人 两年后又诞生了另一只 它的名字叫森林 我等不及要看到小碗豆的出生了 嘿 你会给绿色的小狗起什么名字呢 留言告诉我吧 人们发现深色斑点的长颈鹿 比浅色斑点的长颈鹿 更具主导能力 某项关于蜜蜂的研究表明 它们可以做数学 它们会加 减 还能理解零这个概念哦 由于强力的沙尘暴破坏了所有通讯 机遇号火星探测器 在执行了15年的任务后终于退休 2019年3月 人们终于找到了一幅失窃的毕卡索画作 20年后它被一名艺术品称探找到了 我们拍下了第一张关于黑洞的照片 整个网路上大家都为之疯狂 它是太阳质量的65亿倍 距离有5500万光年 Venta Black 范塔黑曾是世界上最黑的人造物体材料 但是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 开发出了比Venta Black 范塔黑还要黑10倍的东西 它还没有名字 但是它可以吸收99.99以上的光 我等不及要看 接下来10年会发生什么事了 如果你看了这个影片后 学到了新知识 别忘了给我们的影片点赞 并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这里还有其他一些 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影片 你只需要从左右两边的影片里挑一个 请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吧 今天来的对 plein 感谢观看